大家好 我是乖乖秀山 这个视频的重点给大家点评一下稀土有事方向 那么稀土 咱们结合的稀土板块指数和北方稀土 基本上就可以知道稀土方向处于当前什么阶段 人有事里面的话呢 像格林美 像江西同业 慈虹新储 洛阳木业 中市股份等等记住点评 仅供参考不作用买卖一举 首先呢 先把核心观点放在前面 对于稀土方向来讲呢 当前处在高风险区 防范的是60分钟 顶背离 好 那么对于有事方向的话呢 当前还属于内部的一个轮动 这个内部轮动的话呢 列说像今天主要是像同旅心 然后呢 上周的话呢 像涅 它是属于稀有金属内部的一个轮动的一个表达 好 那么我们来看 首先先看一下稀土 那么稀土的话呢 像稀土泳池板块指数来讲 今天呢 已经上演的 像上周五出现的是一个长上瘾 今天呢 给出像是长下瘾 那么连续两根这样的上引线 上引线和下引线相结合 它就是一个柔出现 那么把这两根开线呢 做一个简单的处理 它是属于什么呢 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私心 好 那么这私心的话呢 对应的 而且呢 上引线和现在都比较长 那么对于私心来讲的话呢 咱们简单的讲解一下 就对私心而言 它本身呢 代表的是多空平衡 多空势均力敌 那么根据它处在的位置 有不同的解读 那么私心如果说处在连续的上涨 连续的上涨之后 出现这样的私心 那么代表的是 多空上 多空双方势均力敌的同时 防范的是向下变盘 而且呢 引线的部分越长 代表争动越激烈 那么如果说 经历了一 经历了一段持续性的下跌 下跌过之后呢 出现这样的私心 出现这样的私心 如果说 私心本身呢 它代表的下跌方程 下跌过程当中 下跌的过程里面是空方占优 然而出现这样的一个 连续下跌之后 出现这样的私心 代表多空双方式运力敌防范式 可能呢 是向上变盘 如果说呢 对应的私心出现 距离下方有重要的支撑位 那么向上变盘的概率更高 所以说 当前对于稀图泳池板块 从从开线表达来讲 这个时候防范变盘 那么是向上变盘的 还是向下变盘呢 虽然说呢 它只代表变盘 不代表方向 但是其他他当前的位置来讲的话呢 是要防范向下的 这是一个防范 好 这是一个点 第二点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 当前呢 对于稀图泳池指数来讲 今天是给了新低 没有给新高 就是给了昨日的 刷新的昨日的低点 没有突破昨日的高点 他已经可以作为一个日开线的顶分型来看待了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 当前呢 60分钟维度来讲 稀图泳池板块指数 它已经呈现了非常明显的顶背离 60分钟呈现的是顶背离的一种状态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 要不要防范呢 我认为是需要防范一下的 好 这是稀图泳池 当然了 对于顶背离呢 咱们前面解读过 它是作为一个 顶背离 顶背离也好 底背离也好 代表的是力量的衰竭 而力量衰竭本身的代表的是一个过程 因为前面的这个位置作为一个5分钟的中枢来看 今天回次下引线 靠近下方呢 就是连前面高点没有触碰 这个位置的话呢 防范的是一顶背离之下 回次第二的话呢 如果说后面震荡往上 再往上的话呢 更多的思维又多 或者高风险区 这是对于稀图泳池指数的一个态度 好 那么我们再结合个股去看 个股的话呢 那么像北方稀图 北方稀图的话呢 今天虽然说 有到下午盘的时间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资金接力 然后呢 从负的5%到收涨4% 那么有这样的资金接力 但是呢 对于北方稀图来讲 它当前的一个态度的话呢 咱们保持之前的观点 手中有的可以用 底仓的部分 又少很少量的仓品 去守一下武军 没有的话呢 也不要去追了 而且呢 它当前的一个表达来讲 像上涨的过程当中量能持续缩减 它已经呈现了一定的量价背离 呈现量价背离之际的话呢 我们再来去看 用60分钟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它当前对应的也是呈现的是这样60分钟级别顶背离的一种态度 所以说呢 对于北方稀图来讲 当前 上涨 它属于上涨力竭 或者呢 多方力量明显在衰竭 好 这是北方稀图的一个技术比较大 只不过呢 它作为龙头的光环来讲 再加上资金记录比较深 只命硬一点而已 命硬一点的话呢 作为龙头光环来讲 那么呢 手中有的可以呢 守一下五军 没有的话呢 个人认为对于整个系统方向都不适合再去追 都不适合再去追了 好 那么同样的像其他电数像五矿系图 五矿系图的话呢 那么 上周四呢 三十四块八毛八 咱们就讲到这是一个隐患 好 而后呢 昨天上周五次给的滴开下探 今天的话呢 下踩了一下十三天均线 但是对于 五矿系图的一个表达来讲的话呢 我们会明显发现在前面正的上涨的同时 对呢 它就是一个持续数量 它也是量价背离 量价背离的话呢 虽然说日开还msb 还没有形成时差呢 但是六十分钟 角度来讲 它已经是属于顶背六十分钟msb 顶背离之下的这样的调整 所以说呢 对于吸毒方向的话呢 当前 就说呢 还是以防范风险为主 好 至于上其他的 不管是包钢股份也好 好 也是六十分钟顶背离 好 然后呢 例如说像圣核资源 那么像圣核资源的话呢 它呈现的也是六十分钟的顶背离的一种态度 而且前面的又有这样的一个减持的隐患在 好 那么对应的像 下门乌业 下门乌业的话呢 当前的一个表达它也是六十分钟顶背离 所以说呢 多支个五都呈现的是六十分钟顶背离的一种态势 还是要谨慎一点 这是对稀土的一个态度 那么我们再来看像有色 好 那么对于有色板块的话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有色板块指数的一个表达 好 那么对于有色板块指数的话呢 像今天还实际上是在大盘创业版如此弱的情况下 今天还能收涨1.3% 其实已经是非能给力了 而且是带量的 今天的虽然说没有突破上周五的高点 但是呢 今天它是一个偏强的表达 为什么呢 因为乡下只会踩了一下五军而已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内部 内部的话呢 就当前对于有色板块指数来讲的话呢 先手下五军即可 好 那么同时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六十分钟的维度来讲 他六十分钟级别的 现在就是非常悬念的一天 为什么呢 今天六十分钟 msd 还没有形成死差 但是呢 红柱已经击土数短了 意思说呢 接下来如果说 持续往上 那么呢 这个位置是将死不死 继续往上拉伸 好 那么如果说在这个位置呢 或者是 冲高力度不强 再回落六十分钟 msd 死他 那么他上演的就是一个顶背离 顶背离之后呢 可能就会面临调整 所以说呢 这是对于稀土 对于有色 但是有色反馈呢 我们再看个股 个股的表达来的话呢 今天对应呢 我们来看 从涨幅来看的话 像千辛 千辛 然后的话呢 嗯 对应的像铜铝 千辛 千辛 就说铜铝 千辛 为就是表现的相对不错 然而这底价小金属 而且呢 像上周的话呢 对应的 是 镊 在之前的话呢 像固金属 所以说呢 像稀土 像有色方向 它是内部的一个 轮动 内部轮动的话呢 我们再结合 具体的个股 具体分析 好 具体个股 具体分析的话呢 那么像 例如说像宏达 股份 它已经走出了像五天四板 已经算是很强了 好 像彭新资源的话呢 两连板 新疆综合 两连板 好 那么像这样的话呢 它已经给像 新 薄股份 它给出了什么呢 给出了一二三四六 六天四板了 好 持鸿新楚 今天是属于手板 好 那么在这种情况呢 耶稣呢 但有色方向还是 当前还算是偏强 但是它更多的还是属于内部的一个 轮动 挖掘的是稀有金属里面的 灭 千辛 然后呢 稀或者是要千辛 或者说呢 像 尤其是和链池 或者和有和新能源方向相抵押的 但是轮动过之后呢 因为当时我们看了整个 整个有色指数来讲 积下来面临一个拐点 六十分钟 六十分钟级别顶背离会不会形成 如果说一旦形成的话呢 也要去规避一下风险 如果说将死不死再度往上 那可能又会一个 呃 表现 好 这是 堆指数的一个态度 那么我们再结合各个武器表达 比如像格林美 格林美当前是洗盘呢 还得出货呢 好 那么像格林美咱们在 前面点评的时候讲到这个位置是一个普通用缺口 普通用缺口大概会回补 那么我们来看 像上周四的高点是多少呢 是12块1 那么今天的低点是多少呢 今天的低点是12块1 也许说呢 这个缺口是回补上了 回补上了 同时的话呢 它是 带有一个明显的下影线 而且呢 五军没破 所以说呢 对于格林美当前的一个走法来讲的话呢 一方面下方的冲码是有明显松动的 有明显松动是代表有定的资金在进行互利盘 再进行出逃 第二的话呢 他当前的话呢 其实还没有破位 五军没有破 然后呢 只是一个 前面呢 向上 向上的话呢 这个位置它属于涨停开板 涨停开板 涨停开板之间呢 其实就是短线的 卖点回落下来 回补下缺口 回补缺口过之后呢 接下来 他将面临一个 再度选择方向的一个接连 为什么说是再度选择方向呢 因为像今天的一个剧情 它是回补缺口 回补缺口过之后呢 下方 对应呢 在什么位置呢 下方 十一块五毛五 一直到十二块三 它是一个 获利索马的移区域 持处有支撑 只要持持区域不破 它是有机会机遇往上的 机遇往上的话呢 所以说从这个维度来讲 当前的做法呢 你只能把它作为洗盘来对待 因为它并没有见顶的特征 好 这是一个视角 但是从它的一个技术结构来看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 60分钟维度来讲 它当前也将面临一个关键点 60分钟 只说有高点 MSED呢 这个位置即将时差 即将时差还没有时差 所以说呢 如果说 接下来能够一根中阳线 或者说一根阳线 拔底而起 那么这个位置呢 将时不时 轰柱再度拉长 那么又是一个相当加速的剧情 他 如果说呢 一旦走弱 对应的MSED60分钟时差 那么顶背底 顶背底可能会面临短期的调整会延续 好 这是格林美 而且呢 从它的一个 技术特征来讲的话呢 当前它是面临这样的一个压 高压区 就是呢 下方 前面的像这样的一个高点和高点相连 它的处于这样的一个上沿附近的节点 下 地点和地点相连 它是属于这样的斜箱上的通道 现在通了咱们前面讲到过的一个位置呢 这个位置有一个大概的是要恢复一下缺口 这缺口已经恢复不上 恢复不上了 在前面的这个位置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甚至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五分钟书 或者刚才给看到了在11块5毛5到 12块3 它是有一个获利充满秘区域 这个秘区呢 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支撑去看 就是这个区域跌穿了 那么呢 视为走弱 走弱的话呢 那么可能就要靠近 平台的下沿了 再找机会点了 如果这个区域 此区域不破的话呢 还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突破 突破之后 回踩 回踩过之后的话呢 补了一下缺口 区域只要支撑有效 那么这当中还有一机会再继续走强 好 所以说呢 当前对格林美来讲 它的一个关键点 就考验这个小的平台区域 这个区域呢 就是11块5毛5到12块3 那么可以把下沿作为 因为利率比较近 可以把下沿 下沿作为它的一个防守节点 11块5毛5 破了 进入阻入 可能要加深向下调整的区间和幅度 如果说呢 始终始终不破 粘定为洗盘 好 只不过像这样的几点的话呢 对应的可以去军业呢 513 140多多台列 五军 会在五军不破 手中有的话呢 还可以坚守一下 波段的角度来讲 坚守一下11块5毛5 或者是坚守13年均线 如果是短线的一个几点的话 这个位置可以坚守上五军 但是呢 手术没有的也不建议去追 因为当前的几点呢 它确实是一个呈压区域 就在平台上沿的一个几点上 好 这是格林美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面向江西同业 好 那么江西同业的话呢 不知不觉当中 它已经给出了这样的一个1234连羊 只不过呢 在这样的上涨过程当中 它是属于比较纠结的 因为上涨上营线上营线 四字星上涨的时候呢 比较纠结 对于江西同业这一支个五来讲的话呢 对应了它当前 因为53140刚刚形成多特排列 形成多特排列的话呢 而且它的一个剧情的话呢 咱们前面 有过这样的分析 就说那下方低点和低点相连又处于这样的趋势线 非常标准 所以说呢 把趋势线作为它的一个观察点 向上不计不易盲目去追 但是呢 如果说后面对应的震荡当中 只要不破这样的趋势线 可以守一下趋势线的基点 例如说呢 在趋势线的基点上面 可以用这样的一个低吸高抛的一个视角 低吸高抛 低吸高抛 这是一个思路 并不是说 推荐 这是 这是一个技术的一个视角 来进看待 后面呢 如果破了这样的下方的趋势支撑线 它可能进入收入 向上的话呢 如果说强势的 还突破这样的接连 灰彩不破 它可能会有一个小加速 真的挑战下前面高点 好 这是它的一个不同的一个 走势推演和应对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了 像吃虹新储 那么吃虹新储的话呢 今天作为手板的 只不收板 而且呢 嗯 是属于多烂板 就是开板再 再封板 开板再封板 好 那么均线的角度来讲 五十五天线 然后一百四十零线 十零线 即将上穿 即将上穿的话呢 那么成这样的个股前高临近 向上 容易从高回落 不易追 但是后面的 如果是回落贴一下五均 靠近五天均线 让十三零线上穿 那么呢 可以作为一个观察点去对待 那么这里跟我的它大体的位置并不高 好 当前一水泰上的一个拐点处 好 这是使用新储的一个态度 那么我们再来看了 像洛阳木叶 洛阳木叶呢 咱们前面点评的时候呢 给他讲到这样的各个环掌之后往往对应的 要么是击掌 要么是击跌 那么对应的话呢 下方 因为五十三 他是属于这样的 还是属于 相似上的一种状态 相似上的一种状态的话 那么今天在弱势情况下 他今天能够 下探之后呢 再能拉起来 而且呢 并且伴随这样的一个 整体量能的一个方大 所以就像洛阳木叶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当前的一个 剧情 来看 可以坚守下均线的一个视角 波段坚守下实际的均线 短线强入呢 看五均 好 像上的话呢 再往上一定 如果说伴随 呃 持续温和方量的一种状态 伴随方量的一个状态呢 再往上沿着五均线的爬升 放量 那么他是有机会的摸一下前高的 如果是往上的话呢 量能不能持续的跟上 那么呢 前高层压 防范的是什么呢 一旦走入了防范的是60分钟顶背离 而后引起的调整 好 因为这个位置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五分钟的中枢 来看 前面的话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五分钟的这样的一个中枢延伸 中枢延伸的话呢 向上离开段 这个位置可以把它作为五分钟枢 五分钟枢向上离开段的剧情 这里面又固定一分钟的中枢延伸 很深 所以说呢 这个位置他想要往上 最好是带量 而且能够提能够有一个像像的加速 这是一个强势的表达 如果始终是木某基 木某基的 那么防范的是 例如也可以把它这个位置呢 从高 在中国做对比来讲 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被词 防范的是 60分钟点内离 防范的是再度回落 好 这是洛阳木叶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式五分 中式五分的话呢 对应的作为签心方向 他当前的举行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可以把它作为收敛三角形的 整理靠近上沿的几点还没有突破 但是 这个位置呢 他是收敛三角形的这样的一个区间是越来越窄的 越来越窄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他的观察点呢 还没有突破 如果说一旦向上有效的突破 回踩不破 那么他可能就会有新的起点 新的观察点 好 这是中式股份 当前还没有突破 没有突破的话呢 我们再用均线的维度再去跟踪 均线的处在拐点处 这个拐点的话就是五十三一百四十多的排列 好 那么对应的话呢 前面上涨有个小的增长平台 一百四十内军员不破 五十三一百四十多的排列 后面沿着五军星的跟踪即可 好 周开线一百四十内军员上方 msd零度上方 日开线也是如此 属于强势周期公正 像这类个股呢 他当前的不足 美中不足 就属于还没有真正一场突破 那么呢 他的一个亮点呢 是一旦突破 横有多长 数有多高 是值得期待的 如此而已 但是没有突破之前 没有必要去盲目去堵 但是呢 一旦向上突破 带力就是呢 持续温和放量 向上突破 那么呢 可以去 作为尝试性的一个机会点 作为平台突破的一个机会点去尝试 但是呢 机械要4号自存位 好 这是棕色部分 以上呢 是对于稀图有色方向的一个跟踪 好 那么对于整个有色板块指数的话呢 当前它是属于内部的一个轮动 稀图的话呢 属于风险 处于这样的一个高风险区 已经 非常清晰了 那么对于有色板块指数的话呢 也并不是所有的股票都有机会 当前的话呢 因为它已经处在这样的一个 比如说前面高点 前面高点 它处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这样的一个高压区 所以说呢 在网上呢 容易充分回落 所以说呢 还是要具体个股 具体分析 同时的话呢 一定要注重节奏和哲实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内容 只作为技术交流 不作为买卖依据 好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